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耶稣爱你 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年龄 在什么样的环境 有怎么样的背景 耶稣的爱都能够带给你无比的能力与喜乐 因为耶稣的爱是赦免的爱 今天无论你对罪的看法是如何 作为一个人 我们都必须承认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亏欠 我们曾经亏欠人 我们曾经亏欠神 这种亏欠的感觉 常常造成我们与神与人之间极大的距离 今天很多人 他们一生就是被罪恶感所控告 好像一层阴影蒙蔽在心头 心里无法有真实的喜乐 我发觉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喜乐的民族 因为有太多过去的残累在我们新洲 以至于我们无法疏解 那今天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耶稣爱你 他在十字架上亲自为你代替了神对罪恶一切的刑罚 换句话说 他已经代替你付清了一切的罪债 今天你不必再感觉亏欠 你可以坦然来面对神 也可以坦然来面对人 这就好像一个欠债的人 当他得知他债务得以还清的时候 那种喜乐跟自由是难以描述的 忽然间好像天空为你而开了 忽然间你心灵可以真实的得到喜乐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 信靠他作为你的救主 你今天就可以得享耶稣赦免的恩典 愿上帝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让我邀请你来参加 生命和灵凉堂所举办的 耶稣爱你一次步道大会 从7月11日起到31日 一连21天晚上7点半开始 备有儿童节目 我们欢迎你来加入